大家好我是Benson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视频 然后今天又要跟大家讲一双鞋 然后这双鞋是非常非常非常特别的一双鞋 今天这双鞋如果要仔细讲的话 可以讲很久很久 光是这个鞋盒就可以讲很久很久了 所以我们先看鞋的标签 对在这边 上面写着Air Jordan 1 Retro High NRG slash UN 那UN呢就是代表Union Los Angeles 就是一家店 然后这双鞋就是Air Jordan 1 和Union Los Angeles的联名 然后先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先跟大家讲看一下这双鞋 然后再跟大家慢慢讲鞋盒 还有包括这个就是Tissue Paper 然后跟大家慢慢慢慢讲 这次Union LA和Jordan一共发了两双鞋 然后这一双是蓝色的那一双 然后还有一双是黑色的就是Black Toad的那一双 这双鞋我当时在抢的时候我正好在帮秋库在拍一个毕业的视频 当时就一直在手机上刷 然后手机上刷就一直停留在Shopping Car就是购物车的那个画面 就一直没有进去对吧 后来又好像又重新发了一次货 然后被孟州抢到了 如果大家还记得有一次视频我跟孟州一起拍的话 对大家记得孟州 所以Shoutout to孟州 他抢了这双鞋 然后非常慷慨的借给我 跟大家来讲这双鞋 好所以我们先把这双鞋放在一边 先看一下这个鞋盒 这个鞋盒主要灵感来自于将所有的鞋子的鞋盒 都融在一个鞋盒里面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最基本的对吧 这个黑色的box打开来 红色Nike Logo 红色Nike Logo 红色Nike Logo 这个就是最基本的LJ1的鞋盒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鞋盒 离这个鞋盒底部就只有大概一英尺这样的距离 然后这个设计是来自于乔丹四代吧 对应该是四代 四代和五代的鞋盒 这里的一个ring 这个叫什么 反正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扣环吧 然后这个环会让大家想起 LJ11的11代的球鞋的鞋盒 对不对 好讲完了鞋盒 那我们来看一下鞋盒里面 除了鞋之外 当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还有鞋带 鞋带我们等等还可以再讲一会儿 还有就是这个tissue paper 就是这个鞋盒纸 把鞋盒放下去 这个鞋盒纸 是这样子看的吧 对吧 上面最上面鞋是LJ11和Union的联名 然后下面这整一张 其实是这双鞋的当时设计的一个手稿 当时Union的主理人叫什么 叫Chris Gibbs和乔丹团队 他们在设计这双鞋的时候直接画下来 然后他们说 哎为什么不把手稿就当做这个tissue paper 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能在就是球鞋鞋盒的封面上 看到那么多手稿都是跟这个有联系的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设计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双鞋 这双鞋的灵感是来自于Union的设计师主理人 Chris Gibbs 他是一个非常喜欢去跳蚤市场的人 然后他经常会去讨一些vintaged clothes 也就是复古的80年代90年代的衣服 然后会去自己做一些手工 比如说把它们缝起来 然后把一些面料混在一起 看看他们会有怎么样的效果 所以这双鞋的灵感就在于这儿 乔丹一代 为什么选乔丹一代 是因为他是Chris最喜欢的一双鞋 然后这双鞋要知道的地方就是 他把乔丹一代就1985年初的时候 他的有一个配色叫navy blue 然后就是下面我们看到的下面这个球鞋的部分 和上面上面这个大家都知道 对吧 red 黑红的配色 把这两双鞋的上半部分跟下半部分 用线缝在了一起 当然就不是真的每双是手工缝的 就后来都是工厂缝的 但是这是他的主意 这是他的idea 所以等于说他们把两双不一样配色的 their Jordan 1缝在了一起 大家可以看到用黄色的线缝在了一起 黄色就是配这个Union LA的这个小tack在这里 然后除了本身的这种缝线之外 还就是故意加大了这个缝线 就会让人有一种手工缝纫的感觉 然后不仅如此 大家可以看到鞋舌这里 下半部分也完全是 就是那双鞋 白色的鞋舌 然后上半部分就是brand 黑色的鞋舌 然后他还有很多地方 很多细节 采用了就是做旧的这个手工艺 让他看起来就很复古 比如说我们这个Misso 就是中底 中底他就是用了这种被氧化了 然后奶黄色的这种颜色 让人看起来就觉得 这是很有年代感的一双鞋 然后包括他的这个后跟 后跟本来不会起皮的 他就起球的 然后他就是用了这样一个材质 让他看起来就感觉像起球了一样 所以就是也是有一种 就穿久了的感觉 然后包括就鞋舌的这个部分 鞋舌这个部分 他不是包起来的 他就完全让他这个海绵暴露在空气当中 就感觉穿烂了 然后这跟Off-White和乔丹一的联名比较像 因为当我们想到乔丹一代的时候 我们想到最经典的三个颜色是什么 是Royal 是Bread 是Chicago 对不对 白色蓝色和红色 然后全部都集中在这一双鞋上面 所以我觉得这双鞋真的是 就太棒了 太好看了 还有一点我觉得是更深层次的吧 就是更 怎么说 你可以说它更鸡汤一点的层次 就是因为他们在做这双鞋的时候 就是想让大家知道鞋子就是用来穿的 并不是用来卖 好了那这个呢就是今天要为大家讲的鞋子 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喜欢这期视频 然后也可以转发 也可以分享给大家 好 那感谢大家收看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